美國聯邦參議員 達克沃斯參議員 蘇利文參議員 以及昆斯參議員 令英傑處長 吳部長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大家好 今天非常歡迎三位參議員來到臺灣 三位參議員都是臺灣的好朋友 達克沃斯參議員 常年在美國國會為臺灣發聲 尤其近期對臺灣的經貿關係 臺灣安全議題的關切 對臺灣而言是有利的支持 達克沃斯參議員身為女性及退伍軍人 更是著力於退伍軍人事務 以及女性跟孕母的健康 而她的人生奮鬥的故事 更是鼓舞了很多的人 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典範 蘇利文參議員和臺灣淵源很深 1996年臺海飛彈危機的時候 是參與美軍巡弋任務的陸戰隊成員 在2019年擔任臺灣保證法參議院版的共同提案人 我還沒有當總統前 就跟蘇利文參議員在華府見過面 過去五年以來 蘇利文參議員也兩度訪臺 提供許多真摯 務實的建議 昆斯參議員前年第一次來臺灣的時候 正是臺灣關係法立法滿40周年 當時我們也交換過許多寶貴的意見 去年全球合作及訓練計畫 也就是GCTF能夠成功獲得美國國會的撥款支持 昆斯參議員是重要的推手 這幾年來 臺美之間真朋友 真進展 三位參議員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對於雙方不斷深化的夥伴關係 也一定體會最深 各位特別在密集的韓國訪問行程之後 專程來到臺灣 短暫停留三個小時 帶來美國國會跨黨派支持臺灣的訊息 再次展現臺美堅若磐石的情誼 我要在此代表臺灣人民 向各位職上最深的謝意 過去一年多來 臺美跟理念相近的國家共同面對疫情的挑戰 就在上個月 透過臺美共同發起的全球合作及訓練架構 臺美日英澳也一起舉辦了線上研討會 互相分享疫苗接種的策略和防疫經驗 這幾天來自美國以及日本的支持 讓臺灣有機會獲得更多的疫苗 而且是能夠及時取得 更是我們對抗疫情的一大助力 我們十分感謝拜登政府伸出援手 將臺灣列入第一波美國對外疫苗共享的名單當中 我們也感謝三位在座的參議員居中協調的努力 疫苗對臺灣是及時雨 各位的幫忙 我們會銘記在心 我也期待接下來 透過與美日等國的合作 臺灣能夠度過眼前的挑戰 也能協助各國克服疫情走向復甦之路 我相信每一次的挑戰 每一次的互助 都讓彼此的關係更深 合作更廣 即使在疫情期間 臺美雙方仍然在經貿 科學以及技術 5G及電信安全等領域 建立了許多合作的機制 也共同維護了印太區域的自由 開放和和平繁榮 希望未來我們能夠繼續一起努力 讓臺美夥伴關係持續提升 在後疫情時代為世界做出更多的貢獻 我要再一次謝謝各位 在百忙之中 為正在和疫情奮鬥的臺灣 帶來重要的支持的訊息 我要祝福各位行程順利 謝謝